这种促势呢外界不舍其中张泰山更是难过 我们看到森林王子张泰山是从在魏权龙时代 当时他是个练习生 就一路跟随当时的总教练许生明 一路走来受到许生明不断的提拔 两个人更在兴隆流是一起拿下的总冠军 这关系除了师徒之外更像是父子 但没想到后来兴隆战期不佳 就把张泰山给释出了 而张泰山呢就误以为是许总决定这么做的 两个人种下了心结 关系还一度降到了冰点 而现在许生明不幸过世 张泰山是鼓起的勇气到灵堂来吊咽 但是看到师母他马上泪崩 一进到灵堂局关公 看到好久不见的师母 张泰山抱头痛哭 怎么也想不到当初一手把他带大的老师 竟然会走得这么突然 当多抱着师母流泪 待在灵堂最久 因为张泰山一路跟随许生明长达18年 从未全龙还是练习生 到新农牛成为明星球员 许生明一路看着张泰山成长 球场上张泰山被强袭球击中倒地 许生明也是最先走到打击区 关心爱徒上市 这边徐总都出来了 这牛队的球员都出来了 两人的关系表面很远 心却紧紧相细 是师徒更像父子 但2010年新农牛释出张泰山 误会种下心结 两个人好几年关系降到冰点 太多的话来不及说 而刀子口豆腐心的徐总 同样也有很多遗憾 如果就想说你生了两个小孩 我都没有出去跟你祝贺 你老实来念就不忘了 没有许生明就没有张泰山 球场上最亲密的人走了 张泰山几度崩溃 而公开吊宴的第一天 老站有叶志仙 绿明寺黄安熙都现身 要送老朋友走完 最乎一程 终于新闻张凯亮 假日sg小组台北 再报告